我不是在公司加班吗 这是什么地方 路晨 钱都被你给赌没了 你要是再敢去卖女 我跟你没玩 什么情况 难道我出被月了 他也叫路晨 只是没想到这个路晨 竟然这么死心 居然想把女儿卖了去赌婆 你放心吧 我不会卖掉女儿了 赶紧把改编状放下来 看着头腿 路晨 我是不会再相信你了 吃完饭 我就把圆圆给带走 相信我 你这一棒子给我打醒 没想到 在现代我是个万年单身狗 到了古代 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媳妇 还有这么乖巧的女儿 我简直成了人生赢家 这穿是穿的 就是这出身不太好 怎么着也重生了 也得让老胡女儿过上好日子 你把家给收拾了 下午没事 我就收拾了一下 他这是怎么了 以前他从来不会干这些事情 难道说我那一棍子 真的把他给打醒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坐吧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老爷家的骨头跟皮肉 本来让我拿去喂狗的 我看这肉还不少 就没舍得扔 想着你现在受了伤 身子骨须 就拿来给你煲汤喝 你也别嫌弃啊 家里的积蓄 真让你给堵没了 我去洗一洗 你啊 坐下 我去做饭 老天爷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真的还是路程吗 谁啊 我 王二花 好啊 您经济 上个月等我借了五文钱买米 现在要吃上肉了 黄大姐 你有什么事吗 你欠我的银子什么时候还 我自己都舍不得吃肉 你脸皮挺臭啊 吃肉 日子不错啊 还钱 黄大姐 那肉 是我从老爷家捡回来的 等我发了工钱 我肯定还您 你别他妈给我废话 你都窃了多久了 有钱买肉 没钱还账 还钱 黄大姐 我家里真没钱了 你再容我几天 我一定还您 大家快来看啊 林青青这婊子欠钱不还 大家快来看啊 林青青 你这婊子欠钱不还 你还有理了 你给我出来 管出来 我看你长得还挺不赖 我说我去鸡院卖呗 还能卖上个好价钱 林青青你给我出来 开门还钱 林青青 叫管什么你 呦吼 你这个臭毒鬼也在啊 我问你 你刚刚骂他什么 我说 林青青是婊子 应该去当妓女 怎么了 骂我老婆是吧 找死了 你敢打我 什么 你还敢还手 好啊 那我们就来好好玩一下 现在还钱监禁地业 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给我等着 明天我就去找老爷求情 帮你寻个打杂的差事 我求你 别再和那帮毒鬼朋友混了 好吗 放心吧 放心吧 以后我不会再赌了 而且我会想办法 让你和圆圆过上好日子的 并且不会再让人欺负你 跟着瞧吧 看着瞧吧 凭我的本事 在古代赚钱 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最近又一遍了 怎么样 跟我翻倍去 你谁啊 你脑子坏了 我呀 李周啊 对你一起长大的兄弟啊 啊 你嫂子最近刚打我 这有点不及时啊 果然是瞎掌瞎于掌月 烂赌鬼的朋友也是烂赌鬼 李周 你也别赌下 哥最近发现一个赚钱的好门路 这银子嘛 就当你入股了 怎么能用啊 路哥 你们家就这么点大 你要干啥呀 唉 这日子过的 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你要啥衣服啊 哎 你不是刚刚赢了钱吗 肯定不止刚才那天 哎 哎哎哎 哎 哎 路哥 这是我全部家底了 你拿了我没法活呀 哥都要带你正确了 你还在乎这点小情 李周 以后 不要喊我路哥 喊我路上 知道吗 为啥呀 你别管 咱俩是兄弟 是兄弟 你得相信我 我让你按照我说的错 拿着 明天 咱俩买件像样的衣服 搁在你正前去 打听过了 他们里长就住这里 行 记住啊 我是你家少爷 里长在吗 您二位是 你就是小河村的里长 是我 你们是谁 我听说这小河村可是养性大的 我打算收购你们的鸡蛋 你如果愿意辅助我呢 到时候我肯定会在我家老爷面前替你每年几年 让你也发点小财 路上 该问你家老爷是 不该问的别问 记住 你只是个小小的里长 明白明白 不知道路上准备多少价格收购几代 我好帮您压压价格 我好帮您压压价格 我是那种贪图便宜的人吗 就按照正常的价格来收 不过 只能越减 越减 怕是会引起村民的不满啊 嗯 我长这么大还没人敢拒绝 要不是我家老爷急需银两 你以为我愿意碰这种低贱的伤势吗 明白明白 路上您别生气 就按照您说的 愿解 路哥 我刚刚差点被吓死 你咋这么淡定啊 难道 你家老爷真是当困的 路哥 哦不 路上 我能抱你大腿吗 抱个屁 赶紧去城里找辆马车 垃圾袋去 是 路哥 你要的鸡蛋都拉过来了 一共三百枚 生石灰 草木灰 纯碱还有粗盐 都给你准备好了 接下来 怎么喝 这盐怎么这么粗 会影响蝉蜜口感的 路哥 细盐都是官府严格把控的 这些粗盐 还是从村子里挨家后换了 算了算了 你先去生火去 细盐是个好东西啊 我得想想办法把他们提纯 不过 现在还用不到血 先不想这个了 正是要紧 我得想办法把这些东西涂在鸡蛋上去 你确定把这东西涂在鸡蛋上 这不糟蹋鸡蛋吗 让你涂就涂哪那么多废话 涂完之后放到这架子上亮 好明白 学着点啊 再来鸡蛋 在锅上 哎呀 愣着干嘛 陆陈 你不在家待着干嘛去了 给你找了份刘老爷家打杂的火 你待会就跟我去施工 我最近在和叶州做生意 就先不去治狗啊 你手怎么黑成这个样子 做的什么生意 做生意 怎么会成这样 生意还没做成呢 陆陈 我不奢求你能赚什么大钱 但哪怕你多一点点的上金心 让我看到活下去的希望也好啊 还有你 李一舟 天天跟他在一起 就知道赌钱 嫂子你误会了 陆 你给我滚 别出现在我们家 清清 你相信我 我真的改变了 不信的话我带你去看看 陆陈 我倒是要看看 你想怎么骗我 清清 这架子上 就是我要卖的东西 鸡蛋都臭了 这就是你说的生意啊 陆陈 你又骗我 清清 这东西很好吃的 你尝尝 肯定会大卖的 陆陈 我本以为你变好了 没想到 你比以前更会撒谎 这么臭的东西 谁会买啊 我 这么臭的东西 谁会买啊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嫁给你六年 你说过一句真心话吗 陆陈 不会再相信 清清 我一定会用事实证明 我是个男人 我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 走过路过 不要臭过 炒一炒 开一开呢 新鲜的皮蛋 不好吃 不要钱啊 陆哥 这晚上这么臭 有人吃吗 放心吧 凡事开头难 只要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就不愁闷 赶紧帮忙吆喝 走过路过 不要臭过 闻着臭 吃着香 你歇着吧 哪有你这么夭 我说小兄弟啊 这么臭的鸡蛋 你也敢拿出来卖 就不害怕别人吃坏肚子啊 兄弟 我这闻起来吃起来可香 不信你尝尝 有病吧 这么臭的东西 谁敢吃啊 你不买也别做到我东西 一个臭鸡蛋而已 能值几个钱 尝你了 新鲜的皮蛋啊 来 尝一尝 不好吃不要咸 鲁哥 咱都摆半天了 这东西真能卖出去吗 鲁兄 不赌钱了 改骗钱了 你这究竟搞的什么名堂 鸡蛋都臭了 还拿出来卖 这人谁啊 黄大川 你这究竟搞的什么名堂 城南做不比生意的 仗着跟衙门有点关系 横得很 黄爷 这不是鸡蛋 这是陆哥特制的好东西 味道不错 你尝尝看 尝尝 放屁 就这些臭鸡蛋 卖出去才有鬼呢 你赶紧把借我们家的钱给我 今天要是不给 老子把你摊子给掀了 你 黄大川你故意找茬是不是 这什么东西 这么臭 这是人吃的吗 聂兄 你来了 兄弟 我这东西闻起来之后 但吃起来很香 不信你尝尝 如果不好吃的话 你把我摊子给拿 真的 当然真的 聂兄 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人吃的 他呀 可是个骗子 您可别尝当 我尝尝 如果不好吃 我叫人砸了你的摊子 这味道 这味道 小兄弟 你这个 叫什么 皮蛋 怎么样 没骗你了 是不是很好吃 不错 你这皮蛋还有多少 我全都要了 真的 我这可还有好几十枚呢 聂兄 你没事吧 这东西怎么能买呢 这里是二十两 够不够 够了够了 我是烟云酒楼的老板 这些皮蛋 给我送到酒楼去 一道 赶快给你老板送货去 好嘞 注意安全啊 好嘞 陆老板 恭喜发财啊 没想到这东西 还能卖钱 陆老板 您这什么意思 你不是让我还钱吗 这一览银子还给你 我开玩笑的 您就当我刚才说的 都是屁话 哎 哎 算了 我可怕某人 把我摊着给起 陆老板 刚才我说的都是瞎话 咱俩不是兄弟吗 我怎么可能这么干呢 陆老板 这个生意 咱俩一起干 你就不怕赔了 不怕 他可是燕云酒楼的老板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就给钱了 你想做就做吧 但是 以后可别后悔 为什么 他们也给19次 anticipation 肯定吧 这哪儿 幻灯 给人 绑 今天 晚餐 去玩吧 嗯 ithm 你答应过我 你说你不会再赌了 西丁 你看我现在像是会赌的样子吗 这是我做生意赚的钱 真的 千真万确 不信你看 来 这你以前 就是你卖那个臭东西挣的 你不会又骗我吧 怎么会呢 这真是我做买卖赚的钱 你这个小杂种不会自弹葫芦 像兔崽子欠收着你 你跟我等着 你让臭毒鬼会打我 新露的你个臭毒鬼 你凭什么打我儿子 像这种没教养的小东西 你们教不好我替你们教育放屁 你家这个没爹没娘小杂种 有什么资格和我儿子比 再给我说一遍 陆成 你敢打我 我告诉你 我表哥在衙门里有朋友 你跪下向我道歉 不然我让我表哥把你抓起来 你表哥就算是天王老子 今天我也要收拾你我 二花 发生什么事了 表哥 这个臭毒鬼他敢打我 你快要让你衙门那些朋友废了他 陆老板 你怎么也在这 你就是我二花表哥 怎么 你要替他出头 瞧您说的陆老板 咱俩可是合作伙伴呀 我怎么敢惹您呢 表哥 陆成这臭毒鬼敢打我 你怎么向着他呀 闭嘴怎么和陆老板说话呢 是个屁啊你 表哥 你打我 赶紧滚回去 丢人现眼 看什么看 杀手 哟 这位就是陆夫人吗 果然貌美天仙 和陆老板狼才女貌呀 黄大川 认识你这么久 不知道你衙门很远 你藏得挺深 陆老板您开玩笑了 我哪有宁藏的身大 事我都听李宗说了 小弟我就一个指 服 从今往后 小弟替您任意猜浅 干啥都行 最近倒也没什么事 这样 你明天陪我去一趟烟云酒楼 没问题 聂老板 我可熟得很 十分抱歉 因贵客到来暂停打烊一天 望诸位海寒 谁呀 来头这么大 没想到 陆老板和黄大川 居然是朋友 看昨天你们那架势 我以为 陆老板 我听黄大川说了小河村的事 您上面 丁老板 不该打听的还是少打听 我这是为你好 总之 我家老爷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要抓紧时间 闹出点动静来 不知陆老板想搞多大动静 那自然 要多大有多大 到时候 还需要念老板 您的帮忙 帮忙谈不上 丁老板 丁老板 平江衙门的令牌 建令牌如建衙门 丁老板 这我可不能收啊 收下吧 有这个令牌 陆老板在平江也方便 那我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丁老板 黄老板 我还有事啊 就先走了 告辞 丁老板 衙门令牌你就这么给出去了 不怕陆城是骗子吗 就真是骗子又如何 就光他的皮蛋生意 就能给酒楼带来巨额的利润 与其交恶 不如截善 如果还是要留意一下 你过来 这是这几天赚的银子 出去购买原材料之外 其余的 我可都交给你了 以后你主内 我主外 我先去做工 亲姐 子宫不去了好不好 现在又不缺钱 不如留在家里照顾女儿 以前是我不对 今后 我好保护你 陆城 我有时候会觉得 这一切 都好像是在做梦 那我就让你做一辈子的梦 好不好 有嘴话舌 哪能让你一个人在外赚钱呀 有多少也会帮尘一点 晚上回来再说 我先去刘老爷家 做工去啊 往常他们俩应该早就回来了 今天怎么回事 我先去刘老爷家 我先去刘老爷家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你娘呢 爹爹 刘老爷要抓娘亲去做小戒 娘亲不统一的话 他们就要打娘亲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什么 这混蛋 圆圆 你去把王八花找来 爹去救女娘去 快快去 陆圆圆 你让圆圆找我过来干什么 你拿着令牌去衙门 就说令牌的主人 被刘铁峰扣下了 这二两银子是你的报酬 帮我照顾好圆圆 衙门令牌 老天爷 这陆圆 到底是什么人 林清清 你果然狠人 乖乖当本老爷的小气 保你吃香喝辣 我呸 你别碰我 你敢偷本老爷口水 本老爷现在就犯了 你再把你扔到寄院登记 放开我 吴季芳你这个出去放开他 哟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林清清那毒鬼丈夫 放开姐姐 本老爷记得你还欠着独奈呢 这样 你把他卖给文老爷当小气 文老爷再给你十两百亿 如何 发屁 你这个畜生敢欺负我娘子 我弄死你 文老爷今天还就欺负了来人 不要留言 我愿意做你的小气 只要你肯放过陆诚 现在才求饶 晚了 给我打断他的四十 还让我冲进里去 看谁那么敢 老子弄死他 晚了天了都给我上了 是不是我顶他 放肆 我看谁要当着老子的面伤人 刘铁峰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动用私刑 哎呀行不懂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啊这令牌是你的 行义拜见大人 秦秦 没事了 这不对啊行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陆诚啊就是一个毒鬼 怎么会是什么大人 不好 大人岂是你能随意侮辱的 来人给我掌嘴二十 你一个商人 真拿自己当根葱了 喂 这不可能啊 路上明明就是一个臭毒鬼 怎么可能是什么大人 大人这次是何缘故向你动手 我定然好好惩罚他 刘铁峰 你欺辱我的女 找死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我赔钱总行了吧 你难道以为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给我打他 哎哎你们 等一下 秦秦 没事了 别怕 再有人欺负你 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我们回家 这次就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再有下次 我要了你的命 大人要把他抓回去吗 不用了 放心吧 我会在你上次面前 替你美人几句 多谢大人 陈先生 别怕 有我在 所有欺负你的人 都得付出代价 你 姓陆的 你等着 陆哥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别的地方也在卖皮蛋 味道跟我们做的一模一样 你尝尝 这味道是炒 会不会是有人把制作皮带的方法给泄露了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一直在你什么样 你别慌 我又没怀疑你 过奇怪的是 这才几天 这皮蛋的制作方法去泄露出去 会不会是作坊的工人啊 一种 你是从哪拿来原料 王手站 前两天我看他鬼鬼祟祟的 肯定是他泄露的配方 走我带你找他去 别慌 我估计他也就是个马前卒 你这样 你怎么知道他销售不见的 你怎么知道他销售不见的 你办了吗 你办了吗 他们问我找他做什么 我就说啊 我要把配方卖给他 他不买呢 我就卖给别人呗 那就等着吧 对了 陆哥 你这么做 他不就知道是他泄露的吗 无妨 我就是要告诉他背后的人 想要配方的话得来找我 要不然 大家都别管 到时候我把制作皮蛋的配方 给公布 都卖几个人卖给别人 那谁都别想挣钱 可他背后是谁啊 你想想 一个小小的王手站 他敢这样 肯定是背后有人替他吃药 哎 高官 看看我们的皮蛋 长就算了 我听说 你卖皮蛋的制作方 哟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哎 你就是曹操 如果你 你没认识吗 陆辰 别来无恙 你木乃皮蛋你就走然 别当我做生意 毕竹 他就是王手 那种背后的 我就问你 这皮蛋的制作方法你是卖给我 还是卖给其他人 我要是卖给其他人了 那么你就完了 当我做生意 小子们 把这摊给我养了 让他见识见识流液的力 哎 慢着 哎慢着 我虽然知道事实 但我还想再确认一下 我问你 是不是你花钱从我手战手中 偷了我皮蛋的方法 偷 我刘铁峰做事光明磊落 什么时候偷过 那叫铃墙 既然你成人那就好吧 怎么 你还想报复 你擅自偷用我的配方 我相信平江衙门不会做事不管的 小子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衙门的人会站在你那边吧 你说呢 没想到你还真有点东西 不过跟我刘铁峰白手腕 还是太嫩 一块令牌而已 小子 实相点 就赶紧把皮蛋的制作留成胶出来 再拿着这一百万银两滚出平江 不然我废了 你真以为我吓到了什么 有本事咱们就手底下见真章 我等着你 好 那你给我等着 我会把你的四肢打断 再把你扔到猪眷里 好 哎路哥 刘铁峰实力不松 咱们换个地儿吧 反正咱们配方在手 在哪儿都是转 放心吧 一个刘铁峰而已 还想不到我 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 立正 你去东城 接着 路晨 这是我们的新房子吧 这一定很贵吧 不贵 才五十两而已 五十两 这么多 走吧清清 连连来 过来 清清 以后 那里就是你的梳妆柴 胭脂水粉 全都放哪儿 我的梳妆柴 当然 你可是陆老爷的夫人 你怎么着也得有自己的房间吧 算了吧 我不需要 我厂得又不好看 白白浪费一间屋子 还是留给你的妾用吧 妾 什么妾啊 你看那些老爷 都有个三妻四妾的 你呀 只要不把我这个黄脸婆修了 我就知足了 傻瓜 以前那个混蛋路程 整天打你 你都没有离开我 我又怎么舍得 因为钱而抛弃你 我还要 跟你白头偕老 子孙买糖呢 谁要和你子孙买糖 走 试试新床去 哎等等 现在是白天 白天怎么了 月月 爹给你五文钱 出去啊 买几张糖葫芦 爹爹和娘呢 有事要来 哦 哥 走 秦星啊 要不我们再生几个孩子吧 就生七八个怎么样 你当我是猪啊 一胎能生七八个 不是 是怎么知道 要不 现在就是什么 我累了 路程 你有种别墅吗 我去看看 秦星 秦星 晓星 我去找你 你快点 我来 你快安心睡吧 你快安心 快睡吧 刘姐 诶 干什么 炸摊子没看到 兄弟们 给我砸 我看谁敢砸 刘铁峰派你来的对不对 他难道就没告诉我是谁吗 你是个屁 惹了我们刘爷还敢待在平江 你是怕死了的没人埋吧 都干什么呢 掳住路的都不知道 让开 这是谁干的 叫他呢 我们辛辛苦苦做好的皮蛋 刚放下来就可以砸碎了 是我们干的 是我们干的 我们赔 行你们可以走了 站住 凭什么让他们走 老子办事还需要你这泥腿子同意 大大人 他们随意损害我东西 给点赔偿就行了 那还要往法做事 难道你要藐视往法做事 大人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大人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一定按照王八处置 大人你想怎么着 把他们抓起来 该怎么判就怎么办 路程你敢 我们是刘铁峰的人 刘铁峰又怎么样 给我抓起来 我们自己走 小子你别得意啊 刘爷发话了 只要你还呆在平江一天 他有的是法子折磨你夜里 让你们刘爷亲自来试试 小子你别得意 陆老板七四不错嘛 看来昨晚休息的挺好啊 我是睡好了 就是有些心怀鬼胎的人 那可不一定睡得好 是吗 陆老板 你想玩 我就陪你玩 只是啊 我怕你顶不住 你要想安稳点啊 那就滚出平江 你是在威胁我吗 是不是威胁 之后你就知道了 路哥 我们还是走吧 走 走去哪 你要是害怕的话 这段时间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工钱我照发 那不行啊 刘哥 我得帮你 就冲你这句话 刘铁峰那个畜生也伤不了你 放心吧 很快 我就会送给他一份大礼 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有点不道德啊 这刘铁峰搞我的家人 还搞咱们的生意 讲什么道德 咱们冤枉刘铁峰张话惹草 告诉他老婆 这不是骗人吗 这叫以恶制恶 跟他讲道理 能讲通吗 我有个问题 你说 为啥说他跟我老婆搞在一块 这戴绿帽子不就是我吗 你懂什么 你是苦主 那我去说能有说服力吗 再说了 你刚才跟他老婆说的时候 他老婆脸都绿了 还真是 开门的时候他还乐呵呵的 说完之后脸都垮下来了 这个刘铁峰回去有罪手了 对了 我还有个问题 又怎么了 我还没取亲的 他会相信吗 他认识你吗 不认识吧 那刘铁峰一看就是沾花蛇草的人 不说了 看戏去 不认识你 这法子能行吗 放心吧 看好戏 刘铁峰 你要点脸型吗 可有不知故透剑 你是真不挑啊 你现在说什么呢 我这边说透剑了 你有问题吗 太多说我怪说不难 行了刘铁峰 你翅膀硬了 敢骂我了 要不是我爹 你能有东西吗 这么老虎发威了 跟我刘铁峰喝一会 快走快走 一天都是我的无能 跟我玩 你死定 好啊 我铁峰一定奉陪到底 刘老板 就你们两个过来的 管我几个人 我警告你啊 你千万别乱来啊 易东 我记得 咱们作坊附近是没有官府的人 是没有 那也就是说 我把一个人打出屎的话 都没人管 对不对 刘老板 铁峰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啊 你千万别乱来啊 兄弟们给我干他 干他 吹 就这打量还敢跟我玩音 易东 晚上跟哥 谈比大声一拳 聂老板 我敬您一杯 陆老板 我听说 你在跟刘铁峰抢生意 说实话 我不怕刘铁峰 只是 老板 你想收购我手中的这几千作坊 恐怕还有些困难 什么困难 我要二百两 这二百两太多了 我只能给你一百 一百两 你大发叫花子啊 还是 你想来消遣我 聂老板 真的不能再便宜了 一百两你就想收购我手中的铺子 你可真敢想 算了 二百两就二百两 陈娇 等等 二百两太少 我出三百两 这位朋友 是我先和聂老板商贷的 谁他妈和你是朋友 聂老板 三百两你卖不卖 聂老板 咱们刚才可是一口价成交了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还没把钱给他 能交个屁 这是三百两 不要你点头 立马拿走 你敢 我凭什么不敢 我出三百二十 三百五十两 四百两 聂老板 这是我最后的陈娇 你要是再不够 就别怪我陈娇不客气 姓陆的 这四百两怕是把你的家底都掏空了吧 还有钱继续搞你的皮蛋作坊吗 看来 你今天是要和我作对到底吗 没错 你拿出这四百两 我看你还怎么和我作对 告诉你 平江的水很深 会淹死人的 只怕溺死的不是我 而是你 我不跟你争论 我等着看你跪在爷面前磕头求饶 既然如此 陆老板 我那几间铺子就都归你了 恭喜发财啊 四百两 这下亏大发了 这刘铁峰还真是不好对付 我得想想办法 姓姓怎么了 沐晨 家里的钱被偷光了 全被偷了 什么钱 就是我放在床底下 那四百五十两 那都是你祈祷残黑赚的钱 对不起相公 都怪我 傻丫头 这钱没被偷 是我拿去用了 全被你拿走了 没骗我 我怎么舍得骗你这般丫头呢 这钱我拿去投资了 为了扩大我的皮蛋做法 能有多大 能有七八个咱家这么大吧 这么大 那一定很贵吧 不贵 对了 对了 琴姐 我有 几个亿的项目想跟你谈一下 几个亿 等等 现在还没到晚上 你又来 管他那么多 先过生几个孩子再说 人呢 一条 这人都跑哪去了 那是不好了 怎么了 工人们全跑了 刘铁峰他们 开了一两椅子 全过去了 这个刘铁峰 咱们找他去 哎回来 找怎么找 咱们忍啊 年轻人少看你说 多学得人情世 人家刘铁峰 给工人每个月开一来 那工人肯定去到那 这价格之前不是谈好的吗 怎么 你还能耽误人家工人赚钱不成 这刘铁峰个王八蛋 竟然太善 路哥咱们跟他拼吧 拼什么拼 现在最要紧的不是和他对比 而是再雇一批工人赶紧制作皮蛋 这样 你再去雇一批工人 工钱呢 就按照二两银子每月 但是 得两个月一起 我明白了 陆老板 好久不见啊 你这是招工呢 关你什么事 陆老板 你现在连工钱都要两个月一截 你还拿什么跟我斗 不劳您费心了 我路程好着呢 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啊 我看再过几天 你还能不能这样说谎 陆老板 你为了对付我 还真是煞不有心啊 既然你想和我拼一下 行 那咱们就试试看 各位想好了没有啊 二两银子 德国业 看来陆成这小子确实没钱了 这二两银子的工钱 都要两月一截 陆成一个矛头小子 拿什么跟我做的 我早就告诉过他滚住平江 可是他就是不听 牛爷英明 接下来怎么怎么做 陆成也是强弄出目 我只要再给他最后一刀 他就得乖乖跪下磕头求饶 牛爷请吩咐 让手术下的人冻起来 高价满入鸡蛋 我要彻底断掉他的鸣根子 牛爷放心 我保证陆成这小子 明天就会上门乖乖 磕头求饶的 陆成 你完蛋了 奇怪 这新鲜鸡蛋还没送来吗 老板 鸡蛋已经两天没送过来了 再不来咱们的作坊 可就没原材料了 两天没送来了 鸡蛋的供货渠道 会出什么问题吗 陆哥 大事不好了 叶周 你别慌 有什么事慢慢说 咱们的鸡蛋 都被刘铁峰找人买走了 他找人到处收购鸡蛋 收购的价格比我们高出一半 现在全平江 没人愿意卖鸡蛋给我们 咱们的渠道 都被断了 什么 这回可真是欠了念老板一个大人情 有了这笔钱 我们就能和刘铁峰死磕到底 陆哥 路上千万小心啊 咱们做坊里已经没有鸡蛋了 我必须快去快回 这段时间一定要安抚好做坊里的工人 不能让他们闹事 我明白路哥 靠你了 走了 都去在这干什么呢 都去干活 你说实话 路程都没有好几天了 他是不是走了 你胡说什么 老板 我们大家都知道 路程和刘铁峰作对 这都好几天没影子了 他肯定是跑了 我们工钱不能没有啊 是啊 我前些天亲眼看到他驾车跑了 你能不能先借我们工钱 让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啊 对啊 都干什么 工钱两个一截 这是白纸黑字写清楚的 再加上 我现在也没钱 工钱全在录老门那里 我们不认字 只认钱 明天就用你的作坊给我们抵工钱 李一舟 你可别装了 路程早跑了 刘铁峰你放屁 我放屁 那你让路程出来啊 没错 让路程出来 让他把工钱给我们 不然我们就砸了你的作坊 谁要砸我作坊 谁要告诉我 路哥 你终于回来了 路程 你居然回来了 刘铁峰 看到我 你是不是很意外 我的人居然没有拦住你 你的那条狗已经被我送到衙门去了 下一个就是你 你说什么 刘铁峰 你们现在可以走 当初我们签的可是白纸黑字的契约 你们这是违背律例 现在 我就能把你们全部送到衙门去 路老板我们知道错了 你可千万不要送我们去衙门啊 路老板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们这就上工 想不到你居然回来了 是我是算 路程 咱们走着瞧 刘老板小心了 越黑风高的 千万别被人杀了 路哥 还好你及时赶到 不然 咱们的做坊就被人抢了 辛苦了 我已经打通了新的共和渠道 做坊的原材料不用担心了 明天我们就去流体风的地盘 买皮蛋去 新鲜的皮道都看一看 来来来来 记住本地书的话去吧 哎呦 哎呦 我肚子好痛 你们的皮蛋有问题 你少胡扯 我们压根没卖你皮蛋 今天早上刚吃人家皮蛋 就上头下线 我们皮蛋绝对变质了 你少讹人 别冲动 一招 他就是来讹人的 你要是打他 那不就是着了他的道 你确定 今天早上吃了我们的皮蛋 我非常确定 那就好办 你 你要做什么 一招 把他给我摁住 得嘞 你们要干什么 这么黑钱 我就告发了 哎 你放心 我就是想验证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吃我们的皮蛋 皮蛋呢 不是说吃了我们的皮蛋吗 不是 我 说 不说的话 我就报官送你去吃牢饭 这是刘铁峰 只是我这么做的 刘铁峰 对 还在那儿 刘铁峰 站在那儿干什么 过来聊一聊 别走啊 易东 你顾几个说书人 让他们拿着宣传册 按照我说的故事去说书 陆哥 你这宣传方法能行吗 什么神仙天将 严年益寿 这不是坑人吗 我问你 咱们的皮蛋有毒吧 没有 那不就得了 只要好吃没毒 那就不算骗人 去吧 这可是咱们皮蛋推广的第一步 快去 陆哥 你这招真理 不到半天 就全卖完了 卖完就好 这几天你找说书人继续推销 把我们的口碑做起来 我脸上有东西啊 没有 只是 我觉得你最近说的话 单听我都能听懂 但是阻隔起来 我就听不懂了 感觉咱俩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读书明白吗 多读书你自然就懂 读书啊 刘铁哥 你真聪明 不然你以为呢 刘铁 陆前那个小时 过来一说书人 到处宣传他的皮蛋 现在买咱们皮蛋的人 都去他腊了 我倒是小瞧了这个陆成 这样 你让衙门的人去观点他的座 就说他没资格经营 是 你们要干什么 你就是陆成 我现在通知你 你的座坊乖庭了 给我封上 哎住手 谁让你们来的 衙门令牌 你有衙门令牌 也不好用 我们必须查封了你的座坊 哎 站住 你们就算要查封我的座坊 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理由 你没有经营资格 这就是理由 那刘铁峰呢 他有吗 刘铁峰 他在平江开座坊十几年 你算什么东西 你跟他作对 也就是说 你们查封我作坊 根本就没有律法规定 对吗 你们这是在藐视律法 有没有律法规定 不是你说了算 是衙门说了算 就凭你这句话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收受 刘铁峰的贿赂 来打压其他商人 行 要查封我作坊是吧 我就算砸锅卖钱 我也要到朝廷 删你们一本 陆老板说笑了 社会可是沙特大罪 我们怎么改 做坊 我们就不查封了 您忙 我们就不打扰了 陆哥 这群人肯定是刘铁峰 调来调试的 这个刘铁峰 他真是癞蛤蟆蹦的 不咬人他个影人 看来 还是之前送的不够大 行 那我就再送他一份大礼 这样 你去余虹院找个人 让他去刘铁峰家里 给我闹 他愿意这么干嘛 给钱啊 又不让他干嘛 一两不行就二两 二两不行就五两 总之啊 就是刘铁峰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能让他舒服 那具体上他怎么闹啊 还是沾花惹嫂那件事呗 刘哥 你真是越来越涩了 还好 我哪儿生了 瞎说 我还等着看好戏呢 你等着干嘛 去啊 干嘛 爱钱到的刘铁峰啊 你屁我给你生儿子 结果呢 我生下来了 我这儿子刚刚出事就被活活的饿死了 哎 这个红姐 哪找的 点击可以 说的都跟真的似的 花多少钱 十两 这钱花的值 呀 出来了 嗯 混蛋 我认识你吗 我什么时候抛弃你了 没错 就是你刘铁峰 你屁股上有到疤 我记得一清二楚 大家来评评理呀 就是这混账东西 来人 把他给我赶走 赶我走也没用 你不给我钱 我天天来 老爷 要不咱们还是稀释名人吧 这要是传到 您老丈人耳朵里 我好棒啊 快点 快点 陆哥 嗯 你真阴险 嗯 足之多谋 这刘铁峰的混的今天 全是他老丈人 你这招 直接断了他命根子 没错 这样一来 这刘铁峰老丈人 肯定要撤资 到时候刘铁峰 就是一个没了牙的老虎 还不认人宰铁 气死我了 跟我玩阴招是吧 害我被老丈人叫醒一顿 还扣了我的尾款 该死 陆辰你这家伙坑我 我跟你拼了 刘铁 不好了 我听别人说 我们卖的皮蛋吃死了人 你听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 现在官府已经派人 要查我们中方了 你 我们该怎么办 别慌 去看看怎么回事 别让我知道又是陆辰之小子 不然我怎么猜 陆哥 你这招比告刘铁峰老丈人还狠 现在官府都相信了 刘铁峰的皮蛋能吃死人了 只是这事万一查出来是假的 咱们就白费口服吧 不管是真是假 这刘铁峰口碑大碟已经是事实了 你故人继续说 就说他们卖东西不清醒 偷工减料 强卖强卖 总之我坏了说 让子弹再飞一会 陆哥 你今天叫这么多人干什么 当然是谈合作了 把咱的皮蛋销量往上再提一提 他们能帮忙吗 我跟你说 只要他们肯成为我们的代理商 代替我们销售皮蛋 这个我们只要两成利润 价格由他们自己制定 你说他们会不会答应 只要两成利润 这纯纯赔钱啊 工人的工钱都发不起了 我跟你说 这叫抢占市场 这平江市场那么大 我们过得过 发展代理商是一定的 赔钱没关系 但刘铁峰一倒 他们吃多少 我就让他们吐出来 最近皮蛋生意怎么样 刘铁 这段时间 陆成这小子 又是让利八成发展代理商 又是搞街头宣传 咱们皮蛋销路根本打不开啊 别急 陆成做的都是烧钱的事 他怕水晶砸锅卖铁了 再这么玩下去 不说几日 他就得变成穷鬼 刘铁 咱们怎么办 加一把火 让利九成 把陆成的代理商抢过来 我看他有多少钱跟老子 没有眼英明啊 嘿嘿嘿 清清 我回来了 陆成 你可算回来了 哎 女儿呢 女儿在私书上课呢 对了陆成 咱们家的钱 怎么全没了 这做生意 遇到点事 我都拿去用了 没事吧 小事而已 对了等事情过后 咱俩就生个娃娃怎么样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这样的事啊 谁让我老婆这么漂亮啊 陆哥 陆哥 一周 我去看看 陆哥 一周 你怎么来了 咱们的作风又被围了 什么 我马上就去 清清 你在家等我 我马上回来 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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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干什么 陆哥 他们想要这段时间让利 让你结算一下 让利不是七天后才结算 现在结算 他们会损失一部分利润 说了也不听 他们怕我们跑路 最后竹篮打手一场空 跑路 这不开玩笑吗 都是刘铁峰搞的鬼 他说我们作坊 除了原料和工钱之外 至少五百两才能运作 他们怕我们没钱 斗不过刘铁峰 又是刘铁峰 好 我答应他 但你要告诉他们 从今以后 我一定不会和这群 出尔反尔的人继续合作 唉 哥 咱把钱给他们 我们怎么办 咱账上十两不到了 放心 一点点小钱而已 我分分钟就能赚 哥 你要不卖两个吧 离开平江 咱斗钱斗不过刘铁峰 十几年的家业啊 我有办法收拢资金 绝对抵得上 十几个刘铁峰的家业 什么办法呀 你跟我去平江这些小富人家 就说有笔生意 每个月能翻两成资金 再拿衙门的令牌和我们的作坊 作为担保 绝对能拉拢一大笔资金的 这不骗人吗 这啊 胡说 我又不是土匪 等搬到刘铁峰后 这笔钱肯定如数奉还 你看我像坏人的样子 像 陆陈 要喝 你怎么放出来了 陆陈 我叫刘也 请你去酒楼喝酒 你敢去吗 乐意至极 明日上午 燕云酒楼天字一号阁 陆哥 你真的要去吗 万一刘铁峰他要对你怎么办 怎么办 不会的 这念胜意啊 还算有点实力 刘铁峰不敢得罪他 敢在酒楼动手 除非他刘铁峰不想活了 哥 要不我陪你去吧 也好 你拿着牙门令牌 如果真有什么事 立刻去找刑医 易中 哥瞧这宝 是挺瞧碎的 那我进去 给刘铁峰下个套 你等着我 我还以为陆老板不敢来了 您邀请我 我怎么敢不来 陆老板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 只是忽然成长 前些日子 我狂妄嚣张 让刘老板你见笑 我真是个废物 想让家里人生活好点 以为开个皮单作坊 有一群勾人 我就是大富豪了 可现在想起 才知道自己 有多么可笑 如晨 你 对不起刘老板 以前是我不懂事 给您添麻烦了 现在搞成这副样子 都是因为我恍旺自大 招惹上刘老板您这样的大人物 我现在账上 就剩下十几两个 我什么也敢不 刘老板 我是真后宫 你什么意思 希望刘老板 你能放我一把 让我收罗中 结算下工人们的工钱 再把这皮单作坊 转让出去 滚出平江 哎 你当初何必跟我作对 我早就说过 你是斗不过我的 算了 看你这么听话 我给你一百两 离开平江吧 刘老板 我能求你个事吗 说吧 我答应你 我想 卖完这最后一匹皮单 让自己不留遗憾 可以 谢谢刘老板 我走了 陆哥 咋样啊 刘铁峰已去录探 准备好鲁签 打干一场吧 走 李董 怎么样 昨天的货出了吗 出了 刘铁峰收缩账了以后 那群代理商又重新跟咱们合作 现在 皮蛋又是供不应求 不错 这段时间啊 让工人们继续加紧制作皮蛋 奖金和工钱都不能少 但务必要保证我的供货量 明白吗 可是陆哥 增加供货量 那刘铁峰不就察觉出来了 等他察觉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销路已经打开了 走 刘月 就是这几天 咱们桌仿的皮蛋出货量 不对啊 这出货量怎么越来越少了 不是您说要让出一部分市场给陆成吗 所以 咱们底下的代理商都找陆成拉皮蛋去了 放屁 是他亲口告诉我只剩最后一批皮蛋啊 怎么可能这么多 走 跟我找他去 陆成 开门 呦 刘老板 您怎么来了 陆成 你行啊 跟我玩套路是吧 刘老板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 你不是说还有最后一批皮蛋卖完就走吗 这都几天了 对 可我这最后一批皮蛋还没卖完呢 放你娘的屁 你有多少皮蛋四天还没卖完 你现在赶紧给我收拾东西滚住平江 滚 我看该滚的是你吧 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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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开门 信不信我闹死你呀陆成 刘老板 这商场如战场 您三十好几的人了 不会连这都不懂 你别太嚣张 掐你的货源一次 我应该再掐第二次 真当我刘铁锋是干饭的 刘老板 随你怎么着 我现在可有的是钱 来跟你玩 好 好啊 到时候如果我没有让你跪下求饶 我刘铁锋三个字就到这些 陆哥 这刘铁锋要掐断咱们货源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砸钱呗 咱们哪来那么多钱 这还不简单 还记得我交给你的方法 收个一千两那绰绰有余 那现在该怎么办 第一 先收钱 第二 继续砸钱给刘铁锋的代理商 让利八成五 彻底掐断市场 没了市场 我看他刘铁锋拿什么和我动 陆哥 这得一千多两的 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真正的生战 那砸个几千两下去 都掀不起一点浪花 这才哪到哪 这个该死的陆陈 我一定要弄死他 找医生代理商 我们过来拉货 好 刘刘刘刑 刘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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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江的市场全都是我的 举办吧 一周 中午在家吃啊 点心来了 请进 谢谢嫂子汽茶 你跟陆成在外做生意 还麻烦你多照顾 真是辛苦你 没 都是陆哥在照顾 清清 我和一周 还有点事有 这样 你先去照顾元元 晚上我们在家吃 一周 这刘铁峰 最近可不太好过 是啊 为了跟咱们抢产市场 给院子都卖 他可能想不到 一个月后 咱们的皮蛋做法 还能让 这是陆哥 咱们先前筹集的资金 快到了返还期限 咱们 不着急 你要知道 这刘铁峰 比我们能更快进去 陆老板 陆老板你在吗 你瞧 说曹操才做的 这不主动找我们来了 走 陪我迎接一下 咱们的刘大老板 陆老板 有事远迎 还望见谅 陆老板 陆老板 你这么挖苦 我有意思吗 非常有 不知道 陆老板晚上找我 这有什么事吗 我求陆老板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 我卖了房子和地 还借了高利贷 我快活不下去了 求陆老板放过我吧 就像当初 我也放过你一马一样 我卖了房子和地 放你一马 如果当初我废了 你刘铁峰不会放过我吗 刘铁峰 刘铁峰 伤人无情 任命啊 陆辰 如果你不让我活命 大家都别活命了 危险 你知不知道我听过多少人说这句 可我陆辰不还好好的活着吗 李中 送客 走吧 刘老板 陆老板 这个刘铁峰不会真跟咱们同归一进吧 刘铁峰 刘铁峰破产了 他手底下咬 又能留下多少人了 各位 从今日起 我们的让力 下调至四尘 什么 四尘 陆老板 你没有开个笑吧 怎么变成四尘了 昨天还是八尘 陆老板 这到底怎么回事 没错 就是四尘 而且从今往后都是四尘 陆辰 你什么意思 我要八尘五 不然 就别把我们翻脸不认人 去找刘铁峰做生意 没错 我们就去找刘铁峰 跟刘铁峰做生意去 前几个月你们吃手 还想接着吃 就四尘爱要不要 至于去找刘铁峰嘛 他怕是已经跑路了吧 陆老板 四尘让利对吧 我要三百枚皮带 现在就要 我也要 我要四百枚 哇 四尘让利咱真的做到了 从今天开始 做法正适应 平江市场 属于咱们的 一种 等皮蛋产业铺开以后 哥给你安排一套大展院 再取个名利了 多谢陆哥 皮蛋 新鲜的皮蛋哦 一种 你刚刚有听到 有人在喊皮蛋吗 我有听到 去看看去 陆哥 你尝尝 味道都差不多 你打听的怎么样了 卖皮蛋的小贩说 配方是从平江的一个老板流出 现在整个城市都在卖这个 什么 都在卖 他们说的会不会是刘铁峰啊 唉 现在整个城市都在卖这个 刘铁峰做事也太绝了 别急 我来想想办法 这刘铁峰把皮蛋配方散播出去 我们的皮蛋就没有竞争优势了 看来是时候换一条路 什么 不影响张力头干 陆哥 戏炎都是关骨严格把控的 这些粗炎 还是从村子里挨家后换来 算了吧 你先去生活去 戏炎是个好东西 我给小小半把他们提吹 不过 现在还用不到戏 先不想这个 正是要紧 这样 你去搞一些探古 还有石灰石 另外 再准备一些粗盐 我去租借一间作坊 那我买多少鸡蛋 鸡蛋 鸡蛋不要 我也别带来 啊行 制作金盐 可是每位穿业者 必备得起 恭喜卢老板 扳倒刘铁峰 以后我可就多多仰仗您了 哎 客气客气 混口饭吃 哎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刘铁峰一倒 以后 你就是平江第一大老板 多亏了聂老板的帮忙 要不只怕陆某的墙头草 都三尺多高了 小是一桩何足挂齿啊 只是陆老板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做 我不打算只做皮蛋生意 小本生意赚不了多少钱 我要拓展业了 那我就提前祝贺陆老板 成为平江第一富翁 陆某就都不打扰了 告辞 聂老板 这陆成 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要不 我去打听打听 以我的眼力 陆成绝非凡人 盯紧他 以后他的生意 我们必须打在什么 相公 咱们最近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还换了大房子 不要再折腾了 好吗 这点钱怎么能够的 我还想让你和女儿 搬进像皇宫那么大的房子里 到时候再补上我们的婚事 八台大叫 引你入门 十里红妆取你为妻 补偿 这些年欠你的损失 才不要什么十里红妆 只要你健健康康的就好 陆哥 你要的东西我给你买来了 好 易董 你再去打凉档水 好 陆哥 陆哥 你这是在做什么 通过加热的方式 让石灰石变成深石灰石 你看 哇 这么神奇 陆哥 你好聪明 好 好吧 大功告成 等明年白天 我们再过来 陆哥 这里面有东西 这东西叫杂志 把这块布拿走就行 易中你去收 这一波叫蒸馏 蒸馏 蒸馏 蒸馏可以蒸发水蒸气 留下溶液内的溶质 算了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等着看吧 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盐 金盐 陆哥你说这白色粉末是金盐 没错 这就是金盐 也就是官府口中的细盐 你尝尝 真的是细盐 不过 你怎么这么聪明 怎么做到的 当时要靠脑子了 皮蛋消露倒不开 我们可以制作细盐卖钱 那不行啊 私自制盐犯盐 是要杀头的 谁说我要私自制盐犯盐了 背靠大树好成梁 走 咱俩先置办一身行头去 从现在写 要叫我卢大人知道吗 走 来这何人 竟敢擅闯平江衙门 你还没资格跟大人说话 叫你们支县出来 下官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啊 你就是平江县的支县 在下正是平江支县唐仲南 不知阁下是江南到盐铁使的人 我叫陆陈 刘光义刘大人 没错 原来是刘大人人 下官失敬 失敬啊 素闻这平江繁荣昌盛 今日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 大人没有赞 大人 不知您是否可以给下官看一看刘大人的信物啊 信物 什么信物 大净律律规定 凡六瓶以上官员使者 需携带信物 啊 我今天没带 没带 怕是你这个骗子根本没有吧 你敢置疑吧大人 一个小小的骗子也敢行骗到本官的头上来 来人 给我拿去 大男 我看谁敢动手 唐仲南 你好大的胆子 没有信物 你就是骗子 你当我傻什么 既然你说 你是刘大人的人 那你应该会制作戏言吧 有能耐你就给本官制一个试试 行 制就制 如若让本官发现你就是骗子 本官制你的杀头之罪 依赵 你去准备一下原材料 这就是骗子 你就骗子 本官就让你死的心服口服 来 去尝一尝 大人 真的是是呀 而且口感要比咱们吃的更好 什么 下官万见大人 怎么 刚才不还要杀我的头吗 来杀 行杀朝廷命官 唐仲南 用几个脑袋够掉 下官知罪 求大人饶命 起来吧 再有上次 我定制你的罪 多谢大人 大人 不知您 来此所为何事啊 下官一定全力去办 智 智 智炎 敢问您说的是 制作这种戏眼 没错 这种戏眼 比普通的戏眼更加可口入味 而智炎的利润 你我 四六分钟 四六 这么多 大人 您是想要官饭还是私饭 官饭私 你敢 这种品质的戏眼 四重的利润已经很可观了 对吧 反正有刘大人在上 下官 有何不敢的 好 那就去准备准备吧 刘大人 县里出现一个 说是您的人 想要官犯私言 一个骗子 杀了吧 可是那个骗子制作的言 还真的不错 您尝一尝 嗯 尽比宫内的还要好胜一辈 是何人所做 葵大人 是一名叫陆陈的人 亲手制作 好手艺 你就且当是我的人 是 这个戏眼的品质 果然不错 那我先慢慢养着他 若他让我满意 再把他收入麾下也不迟 把这盛事会都搅拌均匀了 陆哥 唐总他又来了 杜大人 下官 又来看您了 你来做什么 杜大人 下官听说您没带信物 所以啊 特意差人去请示了刘大人 这个啊 就是刘大人托我交给您的信物 信物 刘大人 哪个刘大人 当然是 银铁司的刘光毅刘大人啊 这么说来 我已经暴露了 不对啊 他为什么没派人抓我 他想干什么 陆大人 陆大人 不好意思啊 一时间走了神 啊 对了陆大人 刘大人说明日想要见你见您 您看 好啊 明日 我便登门拜访 行 那下官就不打扰陆大人您了 下官告退 咱们赶紧走吧 这肯定是红门艳 是红钉 刀副手银准备好 晚上就咋了 不急 这刘光毅想要杀我们 我早就派杀手过来了 就是我不知道他留我一命 为什么 那咱们怎么办 没事 继续生产戏 再说了 这令牌真给了我 那我不就是真的陆大人了 唐大人 是刘大人呢 刘大人 已经有事先走了 那您这是在 刘大人说 我把这个信交给你 看完了就明白了 下官本想借刘大人之事做一些细言的工作 没想到被刘大人发现了 你还知道这事 冒充朝堂命官 此乃大罪 这可是要杀头的 完了完了 这家伙不会要弄死我 好在刘大人 宅信仁厚放你一马 不然你十个脑袋都不够扛的 对对对 大人您说的对 差点背着酸枣月头 原来是来拉拢我的 刘大人说 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 你敢不敢做 敢做就能活命 做不到就得杀头 大人您说 只要小的办得到 赴汤蹈火 在所不死 如今 宜州制言犯言的人 组成了一个联合会 各有各的背景 连刘大人也没办法插手其中 你想办法 把这个联合会搅散 为什么要搅散 有这样的联合会不挺好 不该问的别问 总之 你手中的制言技术 对于他们而言 就是一块香伯伯 等消息散出去以后 谁都想把你迟到手 不过 他们也并非是铁板一块 你只需要激化他们的矛盾即可 我尽力试一试吧 牧哥怎么样 四十说什么了 没见到 不过他想借咱们的手铲除异己 那咱们怎么办 走一步看一步吧 没想到竟然沉了官司中 陆大人 事情有眉目了吗 汤大人 你来的正好 我问你 现在宜州有几家细眼座房 有五家大座房 十几家小座房 专门给这几家供货的 你这样 你帮我约这几家做坊背后的老板 就说我有笔生意要给他们看 不过 别透露我盐铁私人的身份 没问题 那 地点就定在烟云酒楼 那就 多写唐大人了 不过 别以我身份许愿 而是以您的身份 可以 那 等你的好消息 聂老板 你们怎么在这儿 今天我可约了贵客 就是你们是吧 哎呦 聂老板 没想到这致言的背后也是您 您可真深藏不漏 也是没想到啊 陆老板 几日不见 您成了官府的人了 你让唐中南把我们几个叫到这里 究竟是要谈什么声音 我可丑话说在前头 若是这事儿让我不满意 我聂某可不会善罢甘休啊 今天的声音 保证能让二位满意 戏言 黄老板好演 这的确是戏言 姓陆的 你要找我们谈的 不会就是犯言吧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几个做都是戏言的生意吗 你敢耍我们 不不不 我卖的不是戏 而是手 手艺 没错 不信 你们尝尝我的戏 这戏言如此之蠢 你说什么 比官府的还要戏 陆老板 你这戏言如此之蠢 你的手艺多少钱 我买了 嗯 我只合作 不卖手艺 二位尝过我的戏言之后 相信你们也知道它的价值 毫不夸张的说完 谁跟我合作 谁就能成为一周 甚至大庆最大的言商 陆老板 您想怎么合作 我要你们的作坊 工人 还有销路 赚取的钱 我六成 你们四成 四成 那不行吧 如今这一周府的范言生意可都在乎着 你要我的作坊 还要我的销路 就凭你一项技术 你就想分走我六成的利 不太合适吧 陆老板 你再想想吧 陆哥 怎么是他们俩啊 人不可貌想 他俩在这儿 本来就有自己组唱的善言 之前不过是想跟咱们 结个善言 演个戏吧 那感情好了 怎么样 谈妥了 没有 他们嫌我给的利润太低了 那咱们答应刘大人的事 岂不是谈崩了 崩了 这戏言的价值摆在这儿 他们不会不接受 只不过 现在还需要我再添一把火 有那边的消息吗 没有 唉 是我冲动了 如果我拿下那个戏言技术 我就能占领整个益州市场 报首 那四成利润 就会变得很可观 而且 如果那三个人当中 有人答应他 我们就会变得很悲动 那我们去找他 老爷 大事不好了 慌什么 慌慌张张的 成何地图 今天有一家新的西岩作坊 收卖西岩 价格和咱们一样 纯度却比咱们的高出一倍 现在那些小盐商和散户 都去买那家作坊的西岩了 糟了 陆成那家伙绝对是联系上其他人了 我得赶紧去看看 说不定 还有机会往回 对 对 你赶紧去看看 林老师 我刚去看 没养到西岩这么受欢迎 都排列在买 哎呀 你可把咱俩给坑铲了呀 这么大笔生意 居然拱手让人了 我问过唐仲南了 这段时间 没有给任何人发放过至言犯言的许可 你说 会不会是这唐仲南联合路程 在坑咱们 可能性不大 毕竟发放许可的权力掌握在盐铁市手中 狮子反言 更是杀头大罪 免然敢捂你 这五个人当中 肯定有人在撒谎 聂老板 我还有事情 先行告退了 明日我们再相谈戏言的事情 来人 找人盯着黄大川 另外三个人 陆大人的方法 果然好使啊 聂圣一等人 分成了三派来练习我 他们现在 他是已经开始互相猜忌了 一群追逐利益的商人 随便使点手段 就能慢慢分裂他们 对不对 你真阴险 嗯 口误啊 口误啊 这第一把火已经烧起了 下面要做的 就是再添一把材 你们两个 黄老板大家光临 陆某有谁原因啊 不知有何指教 自然自想和陆兄 很难戏言上的声音 我和聂老板商量过了 四成一人 我们接受 四成 不行 那陆兄的意思是 将聂顺义踢中学 我给你三成 陆兄你的意思 是让我出卖你老板 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嗯 这家伙居然这么正直 我要四成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 这家伙是个正人君子 行 四成就是 陆兄 你还有个疑惑 那像西岩作坊 是你家开的吗 和你一样吧 记住啊 三日后动手 将聂顺义 真正的踢出去 和我一样 难道 妈 这个聂神医 原来草教当了叛徒 我看见黄大川 进了陆成家 好一个黄大川 我对你掏心掏肺 他妈居然背叛我 老爷 门外有个叫陆成的 说要见咱们 陆成 快 快请陆老板 哈哈哈哈 陆老板 聂兄 实不相瞒 前段日子我和黄老板合作 开了几座 可谁知道 他却要彻底替你出局 吞掉你的家产 和这种合作 简直就是鱼虎谋皮啊 我这思先想后 还是聂老板 你才是最佳人 毕竟您之前可是帮过 那就多谢陆老板 要不是你 我也不知道黄大川这丝 如此狠 他想替我出去 那我就 先发制人 好 三日之后动手 带到你我吞掉 宜州市城市 你三 我七 没问题 陆兄等我的好消息 记住你们的任务 干掉聂圣以后自杀 我会给你们的家人五十两银子 也是一 是你 啊 陆臣说的没错 早就想对我动手 五十 我对你动手 等等 这里面有 愣着干什么 干掉黄大川 我赏银白脸 我弄死他 上 真是一首好戏 陆城 你带官兵来做什么 蠢货 你得被陆城给坑了 他又是故意挑拨离间 什么私权利润 痛下杀戏 都是假的 啊 都是假的 啊 还是大川 你的脑袋比较清醒 陆城 你居然敢给我下套 你弄死 哼 还是先想想自己该怎么活吧 黄大川 灵散医 你二人豢养杀手 自杀赶伤藐视王法 依照大清律令 当杀 来人 动手 你敢 我跟黄老板背靠朝廷 你个小小麦皮蛋的 算什么东西 主章啊 金兆府令牌 你手里怎么会有这 见此令牌都见金兆府令 你谁敢动手 我敢 陆禅 你好随机 黄大川 你一个宜州言伤 手里怎么会有金昌 你管我 陆禅 有指令牌在 你敢对我动手吗 有何不敢 这是宜州 现官不如现官 杀了 陆禅 这件事情 你做得不错 四十大人 很看好你啊 这种人就是被欲望冲锋的功 只需要 略施小技 即可拉下 不算什么人 不出五日 我便能吞下宜州 到时 整个宜州外面 唯我独一讲 那 都敬后陆大人的加音了 前面的队伍排得好长啊 那可不 这里的戏言 味比宫里的还要好 谁不想买来尝尝 对对对 这是京城的一位大人物带来的 才来几天 就把聂生义的这帮人给吞并了 看现在的招牌 全是姓陆的 这位大人的手段还真高啊 老婆 女儿 我回来了 爷爷回来了 哎呀 人真乖 路晨你回来了 孩子还在这儿呢 我稀罕稀罕我老婆不行啊 看你今天心情不错 是不是生意也挺好的 其实不错 放在这儿呢 这也挺好的 你带来 你带来 哎呀 取来 自我介绍一下 我 你像过 现在可是大言伤 而且还在盐铁丝 官职六拼 琴姐 我怎么感觉 你还没有以前高兴啊 我就是怕你 当了官 发了财 就嫌弃到我这个黄脸婆了 良心别哭 你想什么呢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可是那些太太都说 只要男人有了钱 他就会嫌弃自己的糟糠之妻 看来啊 我得找点事给你做 天天听他们乱说 没毛病就憋出毛病来了 那你给我找什么事情做 按照目前公司的架构 我准备调整一下生意 做大做强 公司是什么呀 没什么 差点忘了 古代人连最基础的公司概念都没 好在现在有了吸盐供应 皮蛋口感大幅提升 倒是有了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可以继续推广 陆哥 朝廷明令禁止官言私犯 这些都给咱们杀100次 怕什么 现在整个大庆又拿几家岩杀 会投言漏言 更何况我们是用来制作皮带 又不是犯呢 而且你想 我们的皮带用细眼制作 无论是口感还是保存时间上 都比其他皮带也好 所以三天内我们一定要占据整个平江市场 那万一有其他作坊来捣乱怎么办 你傻 这唐仲南是干什么的 有人捣乱就抓起来 然后收购他的作坊 雇他来当经理 心狠手辣 单单做大做强吧 陆哥 你说的什么经理公司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没听明白 以后你就明白 请问您是陆神路大人吗 我是 你是谁 这是我们老爷 拆我送来的请帖 请您务必收奖 拿过来吧 这是什么人给的请帖呀 商会的会长邀请我存家晚宴 地点就在平江酒楼 平江酒楼 听说那里的好吃的有很多 趁孩子不在家正好 我带你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去 就是这里 看看怎么样 真好 以后要是天天能在这吃就更好了 你喜欢 那以后我们就天天都来吃 那你的生意怎么办呀 等公司运营一段时间 我完全可以撒手交给别人吧 路程 要不我还是在外边等你吧 来都来了 进去看看 走 原来是陆大人 失敬失敬 可爱请进 陆大人 您的家眷不能进去 这是规定 有这规定 小的只是个下的 希望大人不叫为难小的 金金 你在这等我 我马上下来 不会是他们吧 这是什么山寨开 陆大人好久不见呀 最近混得不错 你也不错 这摇身一变 竟然变成了商会的会长 没有没有 起初我也以为我玩 但是我这失散多年的爷爷找到了我 把会长啊继承给了我 没办法 你说气不气人 你真好 不好不好 再好啊 也没有陆大人你好 几日不见 我这不得得叫你陆大人 几日不见 我这不得得叫你陆大人 哎 我只是一个小商人 哎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陆大人 我们谁人不知陆大人 几天时间 就吞并了平江的所有眼神 自古英雄出少年吗 陆大人啊 谦虚了 像陆大人这种少年英雄 我等敬仰不已 多谢各位夸巧 这群老狐狸一直派我马屁 他是要给我下套啊 陆大人 请坐 陆大人啊 我敬你一杯 往后的事 就既往不咎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从今天起啊 你就是我延伤会的会长 没错 我等仰慕已久啊 会长一直陆大人当之无愧啊 无功不受禄 更何况 陆某远不如 说刘大人是你 社会长 当过 陆大人 莫非你是看不上我这遗伤会 还是看不上我刘挺风啊 我 这群家伙真是扫心 陆大人你稍等 我去处理一下 放开我 请进 哇 小娘子 一个人呢 要不陪本大爷玩一玩啊 嘿嘿 你放开我 我吓过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 小娘子还挺烈啊 平江 就没有我陈平不敢抢的女人 哈哈 我吓死你了 哎 crow 谁多么敢踹我我肥沙子你 哎 谁多么敢追我我肥沙子你 我 你知吧 现在我就把你大蟹八块 剁碎了胃口 你敢动我的女人 你的女人 在这平江 老子想玩哪个就玩哪个 你算什么东西 杜老板 夸张什么事了 陈平 你怎么在这 表哥 来的正好 把你那打手借我用一用呗 我要弄死他 他是陆陈 别冲动 什么陆清陆陈的 我要弄死他 刘典峰 你让开 我倒要看看 你今天怎么弄死 来人 把他命根子给我废了 我要当着他的面 闻谈的女人 上 谁敢 盐铁丝 六平令官 陈平 你侮辱命 袭击朝廷命 你有几个脑袋都叫他 我问你 你有几个脑袋够掉 跪下 大人 大人饶命啊 大人 小的也是猪油蒙了心才这么做的呀 属实性 你信不过呀 饶我一命吗 大人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吗 今日活上手材 我的妻子 岂不是被屠辱 你觉得我会原谅你吗 大人饶 饶小的一命吗 大人 都是我 饶小的一命吗 陆老板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夫人也并无大碍 不如您就卖我一个面子 放我表弟吗 滚 陆老板 你个女人而已 大不了我赔你两千两白银 滚 我不想说第三遍 姓陆的 我叫你一声老板是给你面子 别给脸不要脸 给脸不要脸什么了 放我表弟一毛 否则我刘铁锋 与你势不了力 相过 要不算了吧 反正我也没有受伤 不行 你是我的女人 谁要敢动你 就要她付出代价 表哥 你求我啊表哥 小平 你去衙门自首吧 我尽量保你一遍 表哥 去吧 刘铁锋 我如果进了那衙门牢业 我还能活得出来吗 你知道的呀 你这犯人是要杀了我的呀 行 好 卢晨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陈平 陈平 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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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这下你满意了吗 光平的袭击朝廷命 他死有余辜 好 好一个死有余辜 我和你势不两立 今天新手就会一块儿送 来人 凤哥 好 我等着你来抱着 我们走 你惹了他们 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吗 区区一个宜州商会 我还不放在眼里 再说了 他们本来就是要给我下套的 下套 对啊 他们 谁 谁 卢哥 是我 大晚上找 吓我一跳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说 有个叫王奥的人找到我 他说 如果你要对付刘铁锋 他会帮你 这个啊 就是他从刘铁锋架里 透出来的账文 这上面 写着刘铁锋 与朝中官员 还有地方官员勾结的证据 好东西啊 那他人在哪 给握了就走了 估计 他被报复吧 对了 刘铁锋找你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当他商会的会长呗 黄鼠狼给击一百年 别信他 我又不傻 这南方商会 想吞并了他这个商会 那会长肯定是要手当其冲啊 他是想让我帮他打费 这叫 祸水冬移 哎对 这 他给了你这账本之后 还跟你说了什么 毕竟这个账本 可是 能威胁刘铁锋 换不少钱了 那不能 这个刘铁锋 沟杰了王奥双旗 霸占家业 让他颠沛流利 现在这个王奥啊 就想用这账本 搬倒他 对了 他估计知道你之前的事 所以再来不为谎 那他 有什么要求 刘铁锋 家伙人吗 好 告诉他 或答应 会长 南方商会 又来吹了 该死的南方商会 比如他们 我们的质量 价格 甚至利润 都要由他们来制定 老大 不如我们加入北方商会吧 告诉南方商会 我同意 但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让路上家破 可兄弟们的是 我来不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要让他跪在你面前 痛苦受饶 陆哥 你来了 一周 我离开的这几天 生意怎么样 生意特别好 但是 西岩有限 皮蛋供不应求 西岩的供应确实是个问题 这样 我会尽快扩大西岩的产量 平江的西岩市场已经被我占据 接下来就是一周了 一周 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 大概五万两 五万两 足够我进军一周了 这样 你留下一千两 剩下的我全要有 刘铁峰对我已经有戒票 我要快刀斩斩马 先吞他几个 不知道陆大人邀请我二人过来 说我也合适了 这是三千两 票 我要收购你二人的心言作法 利润呢 我只要五成 剩下的五成 仍然归你自己 所以 陆大人 我没听错吧 您确定要给我们这么多 我要和刘铁峰对着 这些钱 只省不多 您说什么 您说什么 你没听错 我就是要和刘铁峰对着 陆大人 您要是和刘会长作对 我们的做法还是不卖了 怎么 你们怕了 岂子害怕 刘铁峰做事心狠手辣 毫无留情 我们要是跟您 只怕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您还是运行差处吧 你们放心吧 我已经抓住了刘铁峰的证据 只要他敢动手 我就送他去杀头 陆大人 您确定千真万确 只要我的产业 刘铁峰 我就送刘铁峰去烧鹿 既然陆大人你都这样说了 我们就信一吧 刘铁 这就是陆成收购的作坊之一 哼 好一个路 安子居然大了 敢把手伸进我刘铁峰的里 你带人去砸了他的作坊 好嘞 小的们 走 你们老板呢 不在 不在 那正好 给我砸 谁帅的我 我踹 谁帅的我 我踹 我踹 谁帅的我 我踹 陆全 你怎么在这 怎么是你来打砸的 刘铁峰呢 我知道陆全 这是你射的套 我早就料到有人会打砸我的直言作评 真是没想到 你怎么知道刘铁锋这么沉不住气 陆陈你别得意 你算什么东西 他们进去之后怎么没有动静啊 不好 你快跟我进去 陆陈 官兵 这是什么情况 言商犯言乃是朝廷所 你擅长制言作坊打砸 我有理由怀疑你是要结言 带回燕铁斯 听后发落 什么你这是血口喷人 是不是血口喷人 待你接受审讯之后就知道了 来人带走 给我住手 就算你是燕铁斯的人 你凭什么抓人 就凭我手里的刀 我也有刀 刘铁锋 你想造反啊 我只是想要一个公报 就算是抓人 也应该是衙门来抓 就算是抓人 也应该是衙门来抓 刘姐总 你好大的胆子 敢袭击官军 你这是叛国 你少给我口猫 你少给我口猫 调兵遣将是需要调兵令 你有调兵令吗 如果你没有 那么我就禀告朝廷 杀你的头 调令在 就算是燕铁斯 也不可能立刻可以调兵遣将 真大你的眼睛 看看 什么 你 你怎么可能有调兵令 我做的细颜品质更高 引起了某些人的仇视 所以我完全有理由怀疑 有心怀不悔之人 想要破坏我的致言作法 这才申请了调令 请求官军 宿市一份调令 花了我一千五百两银子 我非要让你流铁蜂吐出来不可 你做事真的要这么绝吗 陆臣 素人留意线 日后好相见好相见 只怕你刘铁蜂想吸我的血 吃我的肉 带走 老大 陆臣 杀了你 带走 老大老大 刘铁蜂 我可警告你 今天有官府和衙门的人在 我陆臣要是有什么事 你刘铁蜂逃脱不了干系 死我了 气死我了 会长 你好些了吗 我的人被陆臣抓走了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我正在打通上面的关系 争取找人把人给救出来 不 我的意思是他已经落入了敌人之丑 可能会吐出一些不该吐的东西 那会长的意思 想办法让他闭嘴 一定要快 不然我们都得完蛋 我明白了 那南方商会那边 还是按照原封计划吧 继续合并 我相信他们不会放过陆臣这个潜在的敌人 是 陆臣 我一定要让你驾破人亡 陆大人 休息得怎么样啊 休息得还不错 唐大人 那家伙吐出什么东西没有 他的骨头比我想象中还要硬 靠他了两天两夜 居然也没问出什么消息 这家伙吐都这么硬 唐大人 只有账本的话 能不能抓住流体 单凭账本的效率太低 很可能流体和我随便找个替死鬼就磨混过过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他吐出来的 大人 当事不好了 有人劫狱 什么 有人劫狱 刚才有两名刺客混入巡逻队闯入牢房 截走了几名犯人 带我看看 陆大人 救救我 刺杀你的人 可是刘底峰 肯定是他 他的为人 我真了解不够 没想到 我坚持这么多年 却还是被他当成妻子扔掉 佑大人 只要你肯救我 我全招了 全招 你若是戴罪立功 我保你不死 好 好 我全招 全招 好 路哥 你啥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笑得这么开心 前两天南方商会的人找到我 说要加盟我们的皮带 往南方州府去行销 南方商会 医生 他们说了什么 你听到是不是也挺激动的 他们说要帮我们建筑多房 地址呢 就在各个州府的县城 这些地契 就是他们给我 坏了 你上当 我找唐正南验过了 这些地契都是官府开具的 货真价实 你还是太年轻了 医生 他们说在县城 还没说在县城内 这是文字游戏 什么 医生 你给了他们多少钱 三万两 我把七成的资金都投进去了 我是不是闯祸了 当商会是在下套 目的就是套取我们手中的资金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不怪你 是我说祸了 忘记提醒你 让你提防南方商会 接下来 他们肯定会和我们打酱铲 这种时候千万不要留上 有多少钱给我砸我 钱不够就去当不理啊 目笔手中 一周的皮带是 不然那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我明白了 我就去去办 好一个南方商会 一上来就要断我身 行 咱们就过过招 陆陈那小子 现在弄的怎么样了 回答人 陆陈已经吞毙了一周的五大岩商 占据了整个一周的皮带市场 现在正在与南方商会交双 哦 陆陈的能力很强啊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 就做到了这个地步 只怕是会止步于此啊 什么意思啊 南方商会占据了四辅三周 远非一个小小的陆陈能抵的 嘿 无法 他要是挺不过去 就收了他的指研技术 让他自生自灭吧 是 大人 没想到这南方商会来势汹汹 几天时间 就打砸了我在平江的五家皮带座 唐仲南 是打砸我做法的人 可有共识 哎 这群家伙啊 最硬的 而且背靠南方商会 我又没办法严心扣打 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头绪 该死的南方商会 再这么下去 咱们做到全被砸没了 他们既然打砸我们的做法 我们也完全可以打砸他们的做法 唐仲南 听说你手底下也豢养了一匹杀手 借我用用 陆大人 您真会开玩笑 我可是支线 我怎么会干那种事情呢 一个人 五十 愿为大人效劳 干什么 你们是什么人 李老子 岂有此理 这群流氓地痞 居然敢打我南方商会的猪子 此路一定是陆成干 他真是活力了 会长息怒 这事情已经发生 这大陆之急 就是对那些地痞流氓 严刑拷问 逼问他们指认陆成 你以为我没想到吗 陆成背后是唐仲南 我能滥用施行吗 诶 这里是齐州 他为宜州管不着 问题是唐仲南背后的人 他管得着啊 不行 我现在一刻也不想等 立刻扑进宜州 我要吞掉陆层 可是我们跟宜州商会的合并 这还没结束 贸然进入 只怕是有所损失啊 有损失就有损失 我等不了了 立刻砸钱 抢人抢货 抢人的 是 这几天看你一直愁眉苦脸的 也不笑一下 这几天和南方商会对手 对方一上来就砸钱 抢购我们的货物 还有代理商 现在做坊的生意 直线向前 再这么下去 只怕要喝洗杯粉 这几个月 我已经享受到了 之前从不敢想象的事情 我已经知足了 就算再回到以前的日子 只要你踏实肯干 我也愿意 不论什么时候 我呢 都是你的妻子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们 我相信 哎 圆圆快回来了 不着急 我现在压力这么大 让我也发现发现 真难以为 感谢两位 这个时候 还能卖我路程一个面子 来看我们 陆老板 你有什么事情直说吧 最近有些流言飞语 说南方商会以来 我路程就不行了 我想说 我路程扛得住 陆老板 南方商会什么体谅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拿什么卡 扛不住也得给 他们南方商会 给你们开的价格越高 往后就会让你们 透出的钱越多 所以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将他们赶出一步 陆老板 你说的好听 可兄弟们丢的 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损失谁来补偿 我来补偿 从今天开始 只要你们 可继续跟我合作 我只要维持 作坊运转的最低利润 其余利润全部分给你了 直到南方商会 滚出什么作物 陆老板 这可是你说的 你不能放会吧 君子爷 四马难追 好 我们告辞 不送 总算做 陆哥 你让力这么狠 咱们哪还有钱 跟南方商会拼命 你呀 我们的做法 还有那些地系 全部抵押换成钱 我要在宜州狠狠地 打痛南方商 全部抵押 这万一出点什么事 咱们就玩完了 舍不得孩子 跑不着牢 一旦南方商会 在宜州站完了脚跟 我们就彻底没机会 宜州 我出去一趟 靠你了 你要去哪 北上 会长 有叫陆陈的想见你 陆陈 竟然是他 叫他进来 是 晚辈陆陈 见过陆陈 老虎 就凭 纯王齿寒 你算什么 不过占据一个小小的宜州 又敢自称是我北方商会的存齿 这宜州乃是连接南北的样子 沿路贸易烦火 一旦这南方商会被占据 恐怕北方商会也会受到波及 宜州商会能发展至今 恐怕这背后也有鲁会长您的椅子 哦 看不出来年纪轻轻 脸光嘛 还是不错的 不错 这宜州商会的确是我所 和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鲁会长可能还不知道 宜州商会的会长刘主峰已经投靠南方商会 这回事 你怎么知道 宜州人尽皆知 鲁会长您不会不知道吧 来人 给我把赵洪传叫过来 陆成你要是敢骗定然饶不了 回答你们叫我 他就是陆成 陆成 你就是那个跟南方商会对的干的商人 没错 赵洪传 近日宜州商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说 没什么事情啊 你确定吧 啊 对了 陆老板跟刘铁峰其他些冲突 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你是真不清楚还是假不清楚 明明知道 却为何隐瞒不报 说 你这是在怀疑我啊 我我我到洪川 可是中心肯给了你12年啊 一切的中心在足够的利益面前 都会贬值 你算什么东西 你陪他对你说话 滚出去 闭嘴 赵洪传 我得到了可靠消息 说刘铁峰 已经投靠了南方商会 你还有什么狡鞭的吗 这不肯 我明明都 对不起 果然是你 会他我错了会他 为何要背叛 会他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我随时都可以收回来 来人 我带上去 我真的知道错了 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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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你 但我 只能给你提供资金 以及 我们是南方商会背后的乃士 足够了 多谢了会他 你确定北方商会能出手 纯王齿寒 他们 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那好 我会通知官民做好准备 随时抓捕刘铁峰 陆寒 你可千万不要让刘大人失望啊 放心吧 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宜州商会下的所有做法 都已经属于南方商会了 这刘铁峰的人 已经在加紧赶工了 很好 一旦动手 三天内要把陆寸 挤出宜州市场 我不能让这小子 多活一天 关系 所以 都要动得怎么样了 一切 顺利 小小的陆寸 我妄想挡住我南方商会 不要让他看看 什么才叫实力 刘铁峰你出来 又是你 你们想干什么 刘铁峰 你的末日到了 官商勾结 强抢民女 滥用私行 描述王法 今天 我一定把你送入大牢 放屁 你有证据吗 证据 你千算万算 却没有算到自己的手下 并没用死 他被我们救散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刘铁峰 南方商会在宜州的所有做法 都已经 乖乖束手就行了 杀 陆成 杀了你 算算时间 这一周是茶 估计已经易中了 恭喜会长 哈哈哈哈 这陆成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是 陆 会长 什么事 慌慌张张的 牛体风被捕 一关兵把咱们的作坊全部炒风了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成有刘铁峰的摊脏王法的证据 刘铁峰被捕 连带咱们的人也进去了 老师 快 快给我去找人 郁州的产业不能风情 迟了就完了 好 会长 道人的信 这鲁铁峰他是怎么知道的 这 找红船他是干什么吃的 该死的被荒商会 会长 那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呀 怎么办 连大人都叫我们收手 可是 我们 进军北方的市场 义州市场都被吞掉了 我拿什么去进军 陆成 刷你狠 我认栽 敢不代表我会战罢甘休 走着瞧吧 签字吧 这 唐大人不打算用两头 去去去去去 赶紧签完 我好把你迎接给我的上级 刘大人 没错 刘大人 关注你很久了 不然 凭我一个小小的支线 哪有那么大的能力 嗯 刘大人 陆成来了 知道了 你退下吧 是 你就是陆成 陆成 正是 我感到奇怪 你居然一点都不害怕我 为什么要怕 刘大人又不可能杀了我 你扯着盐铁司的招牌 就做生意 这令牌 这令牌 不是大人您给我 哼 给你就可以随便用吗 我把这个木盒用银票给我填满 我饶你一命 填满 刘大人 填满这木盒 哪怕是五万两也不够啊 就算我陈蒙盐铁司的恩惠 可我能拿下整个宜州市场 靠的可不是区区戏言 不够 拿你脑袋底 树难从命 银票没有 脑袋也没有 大胆 你敢 有何不可 够胆 会是我刘光义看上的人 好 很好 刘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 只是测试你的胆量 要想成为我刘光义的人 光有能力可不行 你过关了 过关 这些年 朝廷鼓励官商 培养带有官府背景的人 集此机会 打压那些大地属和诸侯 我盐铁司自然也不例外 而你 迄今为止 第一个 让我考核过的人 只有五亿人 嘿嘿 没错 之前的那些商人 要么太贪婪 要么太自傲 要么太懦弱 唯有你的品行和能力为上乘 刘大人过家 陆某只是运气好办 这不光是运气好 总之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吞并南方商会和北方商会 等等 刘大人 先不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就算有 等我吞并了两大商会 这朝廷还不直接对我出手打压我 哈哈哈哈 哎 多虑了 等你合并了两大商会 朝廷 此然会接手 整合商会 你就是第一任会长 这不就是国企番 那我尽力试一试 我会给你提供支持 但是我要提醒你 不要以为只有你有官商的背景 南北方两大商会 同样是都有官商背景的 我说两大商会 能发展如此迅速 原来如此 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人 受教 大人放心 陆陈令人全力以赴 南方商会那边 深意破的怎么样了 那太好 那些本地严商 又是派人打杂 威胁买家 又是集体降价 导致咱们的严犯 根本复不开 缺少了细严供给 咱们的皮蛋也连带受挫 真是给他脸啊 打杂的一律报官 官府要不抓 我有的是办法参走他 细严降价是吧 行 我马上就去严利斯 重罚他 我就不信啃不下来 知道了 可是 北方商会那边 不着急 贪心不足 舌天性 只需拿出一半资金就行 按地理收购 北方商会那边 做坊土地就行 明白了 会长果然神机妙算 这陆陈的作坊 这几天 已经彻底关停了 真以为吞下了一周的市场 就可以拿捏我们了吗 狂妄自大 这段时间 齐州商会的会长在选人 你的表现不错 多谢会长 以后我就是会长您的一条狗 您让我要谁 我就要谁 好 好啊 全都不去动 这位官爷 你们来这有什么事 不可以 敢贿赂我 仇死 带走 等等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把他抓走 我们接到举报 有人恶意降低眼价 证据确凿 我们要带他回去检查 带走 你是陆城的人 又跟我玩这套 今天敢把人带走 我就向上参照 随便走 老子是军官 老子不怕 带走 该死 又是冠军 为什么又是冠军 来人 快带我去打刘大人 他再不出力 我们南方商会 就成为一个小伙了 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本地商会 排挤外地商会 被抓起来了 活该被抓 外地人商价格实惠 质量又好 毕竟是陆哥你的眼吧 我为自己代言 南方商会 好戏 才刚刚开始 陆大人 你可知否 这个月互不拨款的银两 少了整整的一半 当然 这南方商会背后的人 就是互不拨 刘大人 他们 这是想给我们一点颜色 看一看 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要 搞垮南方商会 以解大人心头之气 另外 大人需要钱的话 我也可以给大人一起 怎么的 你想贿赂我 不敢不敢 我只是想替大人您解忧啊 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让开 谁让你们山闯进来的 想造反吗 我们是奉命来缉拿陆氏商会的主谋 主谋 你什么意思 陆氏商会有人偷言洛言 我们奉命来缉拿主谋 还请唐大人不要插手 如果我 就非要为难呢 杭大人 您这是谋逆啊 陆氏商会是官商 受我管辖 就算是攀赃枉法 也理应由我审训 杭大人 这是要借血吗 那你就试试看 是我 暗中抛言洛言 将制作皮蛋的粗言换成细言 你说的主谋就是我 我是陆氏商会的代理 一周 你干什么你 陆哥 商会刚刚长的根基不那么营兵 你放心 我不会说什么的 来人 拿下 一周你等我 我一定救你出来 一周 最近怎么了 看你一直不怎么高兴 一周被官军抓走了 没了他 整个商会的重贷全在我身上 这声音又不顺 每天一睁眼各种造型的事 我相信 你会挺过去的 但愿吧 陈 陈 陈大人 一周有消息了 他还活着 但是 只要你一倒台 他就会立刻被干掉 活着就好 对 吞命南方社会的事情 你得抓紧吧 最近刘大人在朝中 压力也特别大 但只要你能吞命南方社会 这一切的问题 都会以人而解 我明白 我已经想好该怎么做了 一周 一定要等我 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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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的钱 我都要有 我要就一周 反正是你赚的钱 我都支持你 现在没了一周 你得帮我个忙 你装成抑郁富商 来这里找投资 姐姐 就找南方社会姐姐 一期高点也没事 如果我问起来 就说你背后有朝廷的支持 这样就能就一周出去了 不会 但南方社会 会先破产 怎么找他们借钱 还能让他们破产呢 让你们见识一下 庞氏骗局的理由 可是 可是我不认识他们呀 这个简单 我多开几个达官显贵的宴会 你去了 什么都不用说也不用管 就只要花钱 自然而然 就会有人想要结识 那我试一试吧 对了 一定要打听 他们是不是南方社会的 陆全你怎么来了 唐大人 银票 怎么这么多银票 你要干什么你 这十万两放在我或者钱庄都不安全 想来想去 也就唐大人你这最安全 十万两 你疯了吗你 真要是被人发现 我要掉脑袋的 你干的事情都够掉十个脑袋 赶紧把我抄 不拔了 你先告诉我 这些钱都从哪来的 我散播消息 说朝廷要在西域做生意 急需自己 每半个月返利一年 一共返利一年 这十万两就是投资人的钱 你说什么陆全 你这是谋逆是要杀头的 这些都是南方商会成员的事情 想想等我抽干他们的线 再拍摄到铺 帮他们 你家家产继续投资 最后一几钱 那他们的钱也不都是我 真的是疯了你 你不是想过 这要是被人发现 那就是死罪 不会死 你说不会死就不会死 你当你是皇上吗 我找了一个乞丐替我顶罪 再说了 朝中部还有刘大人 就算被人发现 没有证据又能拿我怎么样 你干这件事 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 不先告诉刘大人 你就是在玩虎 你这是谣的 死不仲 你这种真谣的 是不仲的 为何军 你这种真谣的 我我说你这种真谣的 异贴 就是犯罪 这种真谣的 那种真谣的 这种真谣的真谣的根谣的 又是什么特残的 这种做生存在 这种做生存在 这种对手 您这个基本的 危险的好案 我觉得咱们还是趁早 他的计划很好 无迫不利 一旦成功 南方商会将彻底成为历史 可是我们没什么好可视的 陆辰绝对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我相信他的能力 是啊大人 我知道了 陆大人不好了 我听下人回报说 李一舟差点在牢里面自杀 什么 我要见他 看看他们是不是对他烂用私情了 我马上就成了 李一舟千万要坚持 应该也不是烂用私情 我听人说 在牢里面也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 你想 他要是出点什么事 他们不也怕你狗急跳墙吗 李一舟万一坚持不住怎么办 不行 说什么我也要见他 不太好办 那毕竟不是咱们的地盘 我不管 他是为了我坐牢 他要是真实大家都别玩了 好好好你别激动 我这就去找刘大人商量商量 麻烦了 唐大人等我的消息吧 我 一舟 一舟 陆哥 一舟 你受苦了 没事 不苦 哥 咱生意怎么样 我已经对南方商会进行了布局 还记得 我跟你讲过庞氏骗局 记得 哥你不会要 没错 我就是要一次应当令 南方商会大部分人的自己 少了这些人的知识 就算墨仙櫃想翻身 也绝无可能 奇怪 这里什么时候看到一家新的当铺 我也是刚看见 以前没见过这里有当铺啊 那些围在当铺口的人 我看着眼熟 是商会的人吧 好像是 他们都是来当铺抵押财产了 这生意居然是真的 但是为什么 刘大人没告诉我们呢 那不好 要出大事 你一定叫我们来干什么呀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会长 你突然叫大家过来 师傅有什么事啊 我还忙着去投资生意呢 叫大家来 就是关于这个投资生意的 这个投资生意 就是个陷阱 不可能 我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 而且还得到了反例 怎么就是骗局 大家也都投了 怎么就是陷阱了 完了 这么多人投资 上会就要保不住了 会长 你倒是解释解释 这个生意 怎么就是陷阱了 很简单 因为 陷阱 说什么 完了 你们都被骗了 你们投资的地方 早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好 好了 那我的钱怎么办呀 那可是我砸锅卖铁得的钱啊 钱 我的钱 我的命跟着 全没了 真的是被我拆中了 真的是一个陷阱 好歹毒的计划 这个人究竟是谁 陆成 一定是陆成 陆成被靠 掩铁丝 才把玩这么大 该死的陆成 你确定这盒中装的 是能抓走孟宪贵的东西 一万两银子买的东西 就算孟宪贵不死 也得扒成皮 好 我这就去交给刘大人 用了 这都几十代了 南方商会的钱都让你掏空了吧 差不多 那边老板估计穷得连裤衩都穿不上 整个南方商会七成的资金 全都在你这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钱 趁着北方商会的注意力 在南方商会上 把钱全部砸进去 我要抢夺北方商会的市场 你这么快就要抢夺北方商会这事啊 太快了吧 不快 北方商会的势力本就比南方商会弱 再加上我又暗中蚕食拉拢关系 放心 鲁明月斗不过 你有把握就行 可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啊 不会的 那接下来该走哪一步 走哪一步 我要直接收我 一举成叫南方商会 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你弄出来 这些日子你就消停一下吧 会杂 我 我不甘心了 不甘心又有什么用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丢了上百家桌房 损失惨重啊 完了 一切都完了 路程好算计啊 路程这一招可真狠 今天我去老李家那些要账的人 连草地都给惨了 败了 败了败了 贪心不足 蛇吞象啊 有再多的血汗钱 粉钱 动了贪念 就完了 我们还有机会 黄金潮 北方商会 他们会帮助我们的 还不及了 上百家桌房都属于路程啊 我们就算得到北方商会的支持 也没有饭店翻盘的可能 根源都被抽干了 万人再强 又有什么用 刘大人被抓了 南方商会 真的完了 多谢刘大人救出一招 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你自己的努力 若非南方商会被吞并 恐怕我也没办法救他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一周敬你一杯 嗯 路程啊 南方商会被吞并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至于北方商会 你有什么安排吗 一个月内拿下北方商会 一个月时间 只要一个月时间 至于为何 刘大人到时候看了便知 好 我相信你 南方商会已经被吞并 就连我也没有想到 路程的金额虽然简弱 但却能勾动人内心的贪婪 他才是真正的柴狼 怕什么 会找 咱们北方商会 入手市场几十年 找一个根深蒂固 和路程 还能连根拔起不成 让我们俩跟他拼了 拼 拼不够的 路程他卷了南方商会 七成热的全部家产 虽说 有一半不干净 但剩下的一半 砸在我们北方商会 也够我们喝一壶的 是 会长 不要说了 我现在就去求见路大人 是 孟先贵竟然以五千两银的价格 将南方商会的地契买给我 或许 他也知道 再坚持下去 也是毫无意义 是啊 毕竟整个南方商会的市场 都已经被我收入难东 毕竟 南方商会的市场 暂时交给你了 路哥 你要跟北方商会开战吗 会不会太早 咱们才刚刚占领南方市场 还没有完全消化掉呢 商战讲究的 就是出息不一 你能想到的北方商会 同样能想到 所以 我更要打他们一个 措手不及 毕竟 走了 没想到 上次来 还是陆会长来求我办事 这一次 反而是我来请陆会长叙旧了 陆会长您说笑 我一听到您要请我吃饭 直接就马不停蹄地赶来 哎 别叫会长了 或许 过不了多久就不是咯 此话怎讲 陆大人 你又何必明知顾问 我只求陆大人 能够和我 北方商会和谐共处 和谐共处 我北方商会 愿意出让所有的皮带生意 只求陆大人 不要再窥探我北方商会 我要是说 不呢 那就是没得谈了 陆臣 是敌是友 你看着办 比起皮带生意 我要的是整个北方市场 担心贪多嚼不赖 陆会长您多虑 我牙口好着呢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陆臣 我北方商会不愿意争 不代表没有能力争 那就手底下见真章 来人 速克 我自己能走 陆大人 这 这钱也太多了吧 只要拿下北方市场 你们得到的 绝对会比这一万两 多得更多 陆大人放心 我有几个兄弟都说好了 以后就听你的 没错 我也有几个兄弟 他们也愿意跟着您做生意 好 那就 开始吧 会长 以上午的时间 就有12家店铺 拒绝接接受我们的货物 现在 也要在仓口了 还有几十家新桌房 已经开始售货 陆辰果然动手 只是我没有想到 还隐藏的居然这么深 会长 他们进的价格实在太低了 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啊 陆辰既然他想要比 那就何比 商会的成员里面撑取资金 发钱 陆辰 这短短十几天 你就花出去五十万两 你就算是烧钱 也没有这么快吧 他那人 这商战的烧钱速度 可比这快多 陆辰 你又是没能吞下北方商会 咱们之前付出的努力 可就都白费了 鲁明贵半个月之前 就开始抽取了商会成员的资金 这些钱到现在早就用完了 如果他再强行抽取的话 肯定会触及到这些人的根本 人们为了保护自身力 肯定会成为一盘散沙 届时北方商会 竟在指使 唾手可夺 把秀秀摆这一点 那个 我左边一点 感谢诸位捧场 今日 我陆氏商会 正式成立 陆大人 恭喜恭喜啊 下官祝贺您 成为我大清唯一的商会会长 官拜一品 多谢他们 请诸位 一部院内 稍后参加我和晶晶的婚宴 林彬请 李彬 走 我看你今天心情挺不错的 那是贼 人否喜事 精神爽 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 怀了 什么 你聋了 我说 我怀了 哎呦 真的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两个多月了 你忙 你敢告诉我 哎呦 我的老婆 这种事 你怎么能不告诉我呢 看来 我必须好好惩罚你才行 过来 我 谢谢大家